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是无形的 可是我们是有感觉到的 它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得到 那这个要用有形的来表达的话 就是台风比较明显 那我们先找出它的台风眼 它的重点在这个台风眼在这里 那这个眼睛怎么台风眼怎么表达呢 就是旋转 那你这个地方最后 再从这边转过来 这个台风眼这个要整理 这个要整理出来 这个要整理出来 然后 这边 这边这样子旋转过来 它整个主题就是 这样子一直一直这样 很像螺旋这样旋转过来 那我们就抓住这种特色 圣灵很像风 因为我亲眼尝试亲眼碰到过 这个就是都要这样画 这个很好做啊 随性 那这边还有一些 就是把整支十字架 弄成这样子的一个纹路出来就好了 这个圣灵 有一次那个先知性的牧师 他吹了一口气的时候 整个屋子真的就一阵大风吹进来 哇 真的感受 我领受到他的厉害了 中型的十字架呢 它图案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 它就是这样有 可是你碰到字的时候 就不要做那个纹路了 那这根这边都有 那做了三片的落叶 表达出这个有风 把它形象化了 那这个落叶怎么做呢 你就是水滴形 水滴形搓出来以后 你这边那个叶饼要捏出来 因为落叶都看得到叶饼 那你再画出它的叶脉 这个叶脉就这样随便 那大部分落叶呢 不会很 不会很那个 很完整 你就给它随便破一些洞 然后你就捏 给它黏在 想要黏的位置上